而在雲林是即將進入二期稻米採收期了 為了避免農民收割完稻草之後 就地露天燃燒這個廢棄物會影響空氣品質 雲林縣環保局還有雲科大智慧晶片研究中心是合作 推出了AI露天燃燒監視系統 還有露天燃燒通報的LINE平台 透過民眾主動的通報以及AI系統 要找出違規燃燒的行為 而從9月份啟動到現在 一共是抓了四十八件 累計是開出了六萬多元的罰單 從AI露天燃燒監視系統中俯瞰一大片綠油油的農田 突然冒出一陣陣的白煙 跑出桃紅色礦礦礦礦住白煙 警示有人在違規燃燒廢棄物 及時通知環保局人員 趕到現場直接取締 它可以直接辨識起火點的位置 那主動通報給我們機殺人員 這麼方便的系統是雲林縣環保局與雲科大 智慧晶片研究中心合作 推出AI露天燃燒監視系統 最遠能掌握到十公里的範圍 要來避免線內進入二期稻米採收期時 農民收割完稻草就地露天燃燒廢棄物 影響空氣品質同時退出 雲林縣露天燃燒通報LINE平台 然後去查或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會拍照跟他回報一下 民眾若是看到違規燃燒行為 可直接傳訊息到LINE平台上 會有環保局機查人員 請自回覆 雲林環保局說透過民眾 主動通報以及AI系統 找出違規燃燒行為 從九月份啟動至今 總共抓了48件累積 開出6萬多元的罰緩 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在露天 亂燒廢棄物 會依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 最高可罰10萬元的罰緩 一起守護空氣品質 減少空污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華為新聞林山張春風 劍鴻雲林報道